為什麼喜歡露營? 這個問題已經在我心中存在很久一段時間了 有了室內的溫暖 為何偏偏硬要參風露宿? 沒有頭緒 沒有解答 秉持著要了解一下活動的迷人之處 對我來說 最好的方式就是親自去體驗過一次 這一次我們即將出發 用我們最擅長的交通方式 騎摩托車 展開兩天一夜的機車露營 我們正確定會成功的 我們正確定會成功的 體確確可以補充 我們有準備好 我們嘗試可以補充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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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名吧 在你頻道留言耶 啊 是嗎 對啊 而且今天晚上 會有一個神秘嘉賓 你先不要講那麼快吧 哈哈哈哈 就是消遣力Pug 他現在說未來都是嘴炮的 好啦 反正我們今天要去 我們今天要去埔里露營 然後明天呢 可能會去丹大領道走一走 現在我要來把我的露營裝備 因為我超柯難的 我連露營裝備都沒有 所以我還先跟我朋友借 然後已經借了兩個禮拜了 現在終於要用了 把我的露營裝備先裝在阿福車上 GOGO YOYO 我是魯特 哇 終於迎來這一天了 在上一次的東平倫山 那一次其實原本我們就要直接野營下去了 不過礙於時間真的太緊湊 加上我真的太新手 哈哥怕我的體驗會不好 從此再也不想露營 所以那一次就變成騎車先去探勘場地 才有了這一次的首路體驗 對於露營 其實魯特也不是真的完全沒有經驗啦 以前也有跟家人去露營過 也算是有搭過帳篷的 但是時間說真的也蠻久遠了 就當自己沒去過 體驗一項新事物的同時 把自己畫為一張白紙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除了可以體驗到最真實的感受 更可以學到最多東西 而今天我們要去的營區 位於南投埔里 所以時間也不是說約的很早啦 早上10點 把露營用具綁上阿福之後 我們也準備出發了 在經過了兩個小時之後 哈哈哈哈 我終於把我的露營用品把他綁上去了 雖然他看起來有點怪怪的阿 可是沒關係 就這樣好不好 他已經很穩了 我現在可以說是牽衣法的動全車 整台車子都會動 等一下我們就要準備前往 湖裡 反正我們現在就要去營區了 GOGO 又再經過了20分鐘之後 我們真的要出發了 剛才在打氣 GOGO 綁完露營用品打完氣 經過了兩個小時又20分鐘 我們終於要出發了 今天的路線 因為營區就在國道6號旁邊 所以我們從台中市區出發 騎著136到國姓之後 接到台14線 而今天的營區就在台14線上 出發之後 心中的思緒幾乎都是在期待著 等等到了目的地之後 可能會體驗到的事情 心中有很多假想 帳篷搭不起來怎麼辦 搭完之後垮了怎麼辦 不知道晚上會不會有很多蟲蟲 不知道睡在帳篷裡面的感覺是什麼 算是第一次雖然在騎車 但是超級想要快點到目的地 伴隨了這些假想 在旅程一開始 我們打算超進路 照自己的直覺 往136前進 不過隨著時間過去 當我們人來到太平的時候 情況也越來越不對勁 最後竟然 米露爾 身為一個台中人 魯特是覺得太平區的每個地方 都長得超級像的 跟老橘白兩個人 每當有紅綠燈 停下來的時候 都會討論到底是該左轉還是右轉 這邊過去是北區了 這邊過去是北區了 對阿右轉 真的 真的 當然 兩個人的想法 出入也是非常大 通常都是一個人說左 另外一個人說右 就這樣折騰了一個小時 我們終於從市區 騎到了7-1江橋門市 來到了136的路口 還有 我們在騎了50分鐘吧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應該有 我們從台中市 東區 騎到了 這邊是 一江橋的萊爾夫 你以為 你以為我們已經到營地了對不對 沒有 我們現在才到一江橋 說什麼旅遊行為 還踢 狗屁還出書 我剛才怎麼騎啊 就是我覺得 那個路都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我一直以為是要右轉 可是不是 我也以為是要右轉 繞到了136 過去了 對我們已經過頭了 我們已經過頭 怎麼繞過去了 不曉得 然後他說 我們很近了 已經快到了 現在500公尺 結果我們騎了多久 15分鐘 最好笑的是 我們他媽在路上 遇到一台 Z900吧 對 然後我想說 他應該是去跑山的吧 然後我們就開始跟著他 我們就想說 應該跟中機走 就會到136 沒錯 結果他一轉彎 就停一個全家 跟我在後面 被笑死 他一轉彎喔 然後他又停全家 然後我整個問號 直接他轉過去的地方 還是什麼 環中路 我他媽騎了快一個小時 我只從東區騎到環中路 我真的搞不懂 我們在幹嘛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邊喝個咖啡 等一下繼續上路 沒有 現在已經確定到136了 應該不會迷路了 雙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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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人在台中市區迷路 應該不然看出來 我們對於這趟露營行程 有多麼的期待 不過我騎車有一個好處就是 雖然我們迷路了近一個小時 但臉上還是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魯特之前曾經說過 我自己也很喜歡那一種 騎到了某一個地方 然後完全不知道自己現在到底 人在哪裡 只知道人還在台中 雖然迷路 不過騎著摩托車 帶來的那一種奔放自由感 還是很特別的 在Seven喝了杯咖啡 我們也繼續出發上路 進入了136線道 時間來到這邊也接近中午12點 艷陽高照 是個氣溫很高 天氣很好的日子 不過最近中部的霧霾 算是蠻嚴重的 雖然接近正中午 但還是可以看見整座山 只剩下輪廓 跟之前魯特來騎136的景色 可以說是差的非常多 而在136上面 也很幸運的看到了 這一種有花無葉 有葉無花的 黃花風鈴木 除了名字很美 開花時刻有如黃金般閃耀 雖然是說 偶爾只能看到一兩株啦 不過我對於花騎只有不到10天 可以看見它 用小確幸三個字來形容 真的是再適合不過了 今天的136 也因為多了這一些 綻放的金黃色花朵 更加的耀眼 騎完了136 我們也來到了國姓 在這邊沒有停留 我們繼續前進 接到了台14線之後 繼續往埔里出發 機車露營 跟以往我試過的機車旅行 心情的氛圍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個點是 騎車旅行 因為魯特會記錄下來 所以通常包包裡面的衣服 只會佔一層 剩下的九層 都是攝影設備 算是很簡單 整合在一個包包裡面 而機車露營 除了背我的包包 還要加上帳篷 地步 睡袋 床墊 blah blah blah的 加上我的阿福 因為沒有裝貨架 所以把露營用具綁上去之後 騎乘起來 後面的重量 跟平常騎乘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坐墊的空間 也被擠壓到剩下一點點 所以如果是第一次綁東西在後面的話 需要稍微適應一下 第二點 因為以往都是住在背包客棧 飯店 度假村 所以在風塵樸樸騎車到定點之後 就很簡單的 check in就好 不太需要再煩惱住宿的問題 而機車露營 則多了幾個步驟 就是風塵樸樸到了一個地點之後 需要把自己在野外的家建立起來 沒辦法到定點之後 直接倒下去睡覺 最後一點 也是魯特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時間 因為平時出去 除了騎車之外 我還會拿相機拍素材 時間通常會拉的蠻長的 之前還有觀眾私訊我說 為什麼每次騎車都會騎到這麼晚 是真的是這樣 還是只是要做效果 這邊也順便回覆一下 其實騎到太陽下山 對我來說真的是蠻常發生的一件事情 不過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可能看到某一些漂亮的地點啦 我會忍不住 停下來飛空拍機 拍拍照片 加上兩台GoPro 兩台Insta360 電池和記憶卡也需要換 所以就常常在路邊 把包包全部倒出來 當場換電池 時間也就越拖越長 而在機車露營之後 光是在這一段路程上 我就有了想要更精簡裝備的念頭 必須要有一套 跟公路旅行不一樣的做法 才可以更有效率 更省時間的 早一點到達目的地 而這一次也算是讓自己知道 公路旅行 與機車露營的差別 讓自己更好調整節奏 好啦 騎完了台四線 我們來到了Seven新潭門市 在這邊買個水 小小吃個麵包 就準備繼續啟程了 現在的時間來到了下午的 1點25分 我們終於到這個露營區的 最近的Seven 對 沒有這附近其實沒有Seven 離蠻遠的 然後我們在這邊補給一下 買個水 因為太遠了嘛 所以我們要先買水 買完水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就先過去 然後就準備要打帳篷了 欸 只有綁一罐 只有綁一罐嗎 差不多啊 你的不是要自己處理嗎 機車露營已經很辛苦了 自己cover自己好不好 自己cover自己聽到沒有 現在要綁水了 GO GO 沿著台四線回轉之後 我們從台四線 原手管對面的一條小路右轉 進入了這條 在Google地圖上沒有路名的路 右轉之後騎了大概5分鐘 我們終於來到了今天的營區 墨爾營地 又再經過了半個小時吧 我們到了今天要露營的營區 墨爾 然後我覺得剛才騎過來 台四線上超多那一種 風鈴木吧 還是什麼 反正整片都黃色 我覺得超漂亮的 連136上面也是 我覺得還蠻棒的 然後等一下到了 我們今天正式的工作就要來了 今天最 最充實的一天 準備要開始 就是我們要開始搭帳篷 GO GO 雖然這不是魯特第一次來露營區 不過因為今天是個平日 所以直接包場 而墨爾露營區 就位於台四線旁邊 離國道6號也算超近的 進入營區前 會有一種傳越過綠色時光隧道 來到雨勢隔絕的地方 面積也算蠻大的 種植了很多落雨松 除了搭帳篷 來這邊也可以選擇住小木屋 整個營區被一條水盾貫穿 大致分為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帳篷的露營區 而另一部分則是提供車路 以及多人的營區 而魯特覺得在這邊看到有水盡流過 加上一點點石頭 植物的點綴 可以說是連帳篷都還沒有搭好 就可以感受到那種放鬆感了 現在來到了墨爾 然後我們已經進來這個園區了 然後他這邊種了很多樹 非常多 可是樹上目前是沒有葉子的 反而有一種 就是看起來有一種荒涼感 可是我覺得還不錯 目前的這個氛圍是還不錯的 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來搭帳篷 為了符合我們今天露營的這個主題呢 我特別穿了大地色的褲子 好不好 有沒有 一整個 一整個非常的自然 一非常的自然 整個大地的顏色都出來了 我們現在準備要去搭帳篷了 GO GO 搭帳篷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先做 一定要先做 那件事很重要 而且這件事情應該從來沒有人提醒過 對 可是大家都會自動自發的開始 我看大棚也會先弄 但是從來沒有在影片裡面去告訴大家說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對 什麼事情呢 來 走 帶你們去看 這個是什麼 搭帳篷是一件 非常容易流失水分的工作 所以我們到營區 如果有生啤酒的話 就一定要先 上死了 天啊 這是你的 來 不是這很嚴肅的事情 我有點得不起啊 好熱啊 大棚載不來啊 沒關係啊 好啦 抵達營區了之後 一天的工作 現在才正要開始 在騎完車之後 要搭帳篷 可能是新鮮感 也可能是體力有進步 所以到目前還沒有累的感覺 精神很好的把帳篷拿出來 而距離上一次搭帳篷 應該也隔了超過5年了吧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慢慢來 第一步先把地步打開 防止帳篷被底層的小石頭刮傷 接著再把內帳鋪上去 然後看一下方向 可能是這個是這個角色 怎麼分 對我來說它就是正方形啊 它這不是正方形 它有點長方形 然後這種帳篷在開門 通常這種三人帳 因為你兩邊都要有辦法進出 會比較方便 所以它門會開在側面 把帳篷的骨架裝起來 然後這個要小心 對 它不可以變歪 變歪它就壞了 然後你看它這個 最後面屁股這邊有個扣板 跟這個對起來對不對 對 把它插上去 沒有是我這邊用太高 它其實不難耶 對啊不難啊 對 現在帳篷都設計得很好 對 它其實蠻簡單的 接著把外帳也放上去 反轉到這邊來 三角的小氣窗 讓你不要通風 晚上不會熱 哇靠 這就是我今天晚上呼吸的地方啊 解開然後拉成帳篷才會漂亮 內外帳也不能貼在一起 內外帳貼在一起的時候會反常 晚上的時候外面的空氣比較冷 比較冷 會凝結嗎 會有水氣 它會凝結在帳篷上面 所以那貼著的話 那水就會貼到 就會滴到內帳去 好 所以我們這個是一定要做的對不對 看也是有人不做 但是我一定會做 因為我看到這做都很難過 那你那邊插 拉著門就出來了 哇幹 好美喔天哪 帥死了 魯特之家好不好 基本上整個過程 算是還蠻簡單的啦 現在的帳篷也做得很容易組裝還有拆卸 不會說組裝的太久還裝不起來 而魯特這次帶的是三人帳 裡面的空間 算是睡兩個人是很ok的 人生中 真正第一次搭帳篷 算是還蠻順利的 在哈哥的教導下 花了20分鐘不到吧 我們終於把魯特之家建立起來了 就在魯特之家搭好不到10分鐘 一陣風徐徐的吹來 哎呀我的魯特之家 哈哈 不我才剛搭好沒有10分鐘欸 原本的天氣是完全沒有風 超熱的 所以一開始想說不用下銀釘 不過一轉頭 看到魯特之家整個被風吹得彎 輕扭巴的 最後馬上決定 趁他還沒有被吹得稀巴爛之前 把銀釘釘下去 他太硬了 沒有這可能比較便宜的爛東西 這個叫做銀釘 我跟你講各位不要買便宜貨 千萬不要買便宜貨好不好 為了魯特之家我們犧牲了很多 我們犧牲了兩根銀釘 看要不要再斷一根 你不要敲了啦 怎麼可能這樣斷 還是你太久沒用了 我不曉得是不是久了 有問題 現在敲我人生中第一個銀釘 我頂好我人生第一個銀釘了 現在要來頂第二個 這有什麼好講的啊 這有冰是不是 再經過了大概又30分鐘之後吧 我終於把魯特之家蓋好了好不好 這就是我今晚的落腳處 非常的可愛喔 然後還用了銀釘 我剛才體驗了我人生中第一個銀釘 還有第二個銀釘 有兩個是我頂的 然後我朋友借我的啊 他借我的這個是三人帳 可是不知道耶 他們說 因為如果要出去睡的話 一個人 通常一個人是睡雙人帳 會比較 那個大小會比較OK 所以啊我朋友借我三人帳 所以我覺得 裡面應該算是還蠻大的 如果只睡我一個人的話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準備搭哈哥的 那已經在準備了 GOGO 叮完銀釘 把帳篷固定租之後 接下來就輪到老橘白了 蓋完老橘白之家之後 接下來進入 這個在露營的時候 魯特覺得一定是必須要有的一個東西 那就是天幕 而天幕的主要用途就是提供在帳篷以外 煮飯以及活動的空間 除了可以遮陽避雨 更可以增加防潮的效果 在天幕搭起來之後 我覺得跟剛剛只有帳篷的時候 有很大的落差 因為上方多了一層保護 更有一種家的感覺 在戶外把自己的家園搭建起來之後 我們也準備先休息一番 好啦今天我們謝謝哈哥 幫我把我的床用好了 非常感謝他好不好 這個真的超舒服的 還有我以後如果想要露營的話呢 我也想要直接買一頂這個 超爽的 辛苦啦 就我覺得啊 從兩三點來到這邊 然後開始用這個 過程是沒有很辛苦啦 然後只是東西蠻多的 可是弄完我覺得非常有成就感 有一點你在佈置你 野外的新家那種感覺 如果各位搬過家的話 應該就會知道那種感覺 你為什麼喜歡露營 就是為了搭完之後 坐下來 享受 安安靜的那個 氛圍嗎 對 我覺得真的蠻舒服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守守的話 這些東西應該都很快 每兩下運用好了 不然明天再錄一天啊 我跟你講 這個禮拜啦 我們這禮拜 七天有兩場露營 四天在外面 對 你媽都說你很忙 哈哈哈哈 事業做很大 你不曉得 我在家櫃田我老婆多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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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拜託 我覺得這個時候真的是最舒服 我現在真的整個一整個去喔 你知道 我們現在要先休息 白撲 OK 現在時間來到了 4點15分 我們剛才搭好了之後呢 我們休息了一下 現在我們準備要去埔里的全聯 買一下我們今天晚上要煮東西的食材 露營其實還蠻忙的 GOGO 休息完了之後 終於要騎車了 今天一往反常的 在騎車的時候 想著帳篷 搭完帳篷的時候 想著騎車 在這個時候也突然想到 如果今天 我們是搭在一個越野場地附近 那該有多好 稍微離開營區一下 我們騎著台14線 來到了埔里市區 終於來到了這個埔里全聯 準備在這邊採買一下食材 經過5分鐘之後呢 我終於來到了 夢寐以求 什麼就是終於啊 我已經想要來這間全聯 想了不知道幾年了 喔真的喔 我現在真的超感動的 買一下食材 GOGO 吃不完了 我覺得好好買太多 對 我覺得一定吃不完 你不是說你吃量很大 我是蠻人吃的喔 重點不是吃不適合玩 重點是玩這間全聯消費 GOGO 買完食材 七回營區 剛好時間接近日落 這時候剛好體會到那一種 無拘無束的自由感 在戶外可以直接看到 黃金色的陽光 溫暖的照在我們身上 這時候魯特突然想到一句話 生活中最棒的事情 就是過了自由 到目前為止 露營帶給我的體驗 還算是非常好的 從大自然中去獲取美好 不管是微風 陽光 土壤 雨天 用我們的五官 去細細感受這一些 正在發生的一切 就是美好 就是自由 很快的我們從鋪裡全聯 回到了墨爾營地 接下來就是處理食材 準備讓老橘白大顯身手了 煮菜之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再倒一次啤酒 這樣才可以專心煮飯 現在時間來到了6點5分 老闆出去了 所以我們來偷偷裝生啤酒 老闆的朋友才可以這樣子 你們不要亂學 那這樣如果去野營的話 就沒有生啤酒了對不對 對啊 我剛裝完之後發現 有點嚴重的事情 我們路的地方在那邊 生啤酒在這邊 太遠了 我們是不是晚上把鷹 撤到這邊來打 還是我們把生啤酒機搬過去那邊 阿不然我們接一根水管 應該220伏特了吧 裝完生啤 我們也準備開始煮飯了 快不行了是不是 我腹子操了 石頭火鍋的湯底吧 對啊 對吧 從家裡面帶來的 柴魚昆布 湯底是不是 對啊 我想說你說要吃火鍋 那你怎麼會有這個 我家裡面本來就會有這些東西啊 對啊我開餐廳的嘛 管你錄影還是要跟對的人來錄好不好 然後這是我從家裡面帶來五花樓 湯頭裡面 沒辦法用高湯去熬 我也沒帶到雞粉 雞粉是什麼 廚師很討厭調味料 但是有收錄影的時候就真的沒辦法 味精 有點像味精的東西 你連雞粉什麼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麼是雞粉 然後讓湯裡面有一點肉味 肉下去熬一下 反正你也不挑吃嘛 你也不挑吃 就煮爛的給你吃 我是不吃的 好 煮到老的給你吃 他媽的 然後 你可以把下面的肉片撈起來吃 那個 來 露營有一件事情 很神奇 請說 就是 你在露營的時候煮的東西 美味加成三倍 你自己說對不對 這個我不能統一再度 我剛才吃一口肉我覺得超好吃的 那我今天是第一餐耶 我跟你講今天會很誇張 嗯 等著看 爽死 我現在在享用我的晚餐 我超想要把這一份香味分享給你們的 可是沒辦法 影片沒辦法傳遞香味 我覺得吃的這一餐真的是 我這輩子吃到有史以來 我覺得 前三好吃的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在野外的關係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很好吃 美味有加成 有啊 我就跟你講說 在外面煮飯 那美味加成三倍 我覺得超過三倍 我光是這個露營區 在那邊吃這個火鍋 我就覺得超好吃 所以我現在要繼續吃了 GO GO 在吃完火鍋之後呢 現在我們的蛋非常快就好了 五分鐘不到就好了 好香喔你 對吧它很香吧 對啊它超香的耶 它真的超香的耶 然後等一下準備要來吃我們的蛋 GO GO 現在這個是要幹嘛 牛肉要先把血水吸乾了 它溫度比較不會掉太多 肉香比較出來 油 橄欖油 直接上在牛肉上面 然後你現在加的是鹽巴 對鹽巴 這個是 胡椒 胡椒 然後這個時候就不要怕手油 可是我要拿相機 所以原諒我沒辦法幫你 我媽的走開 這樣的用意是讓它分佈均勻 對阿分佈均勻 那不用先開火嗎 還好沒關係 不急 我們露營有很多時間 OK 所以我對露營還是有點急性子 對不對 就是會一直想要下一步要幹嘛 這樣 對阿露營就是慢慢來 什麼東西就慢慢來 OK 所以它現在很愜意在求它這塊肉 哇幫它按摩耶 對 欸你不甘廚師 你還可以去太經店耶 被它求完的肉 變得看起來好可口喔 剛剛其實這邊我覺得溫度有點太高了 然後這塊縮起來它其實也變得有點厚 所以我等一下會加蓋子 加蓋子 模擬一個烤箱的環境 因為現在我們在露營的情況下 它會有一點風 上面溫度會被帶走 所以如果你肉厚的話 它裡面會見不透 喔 但是你蓋子不能全部蓋濕 你蓋濕它水氣沒有冒出來 就變得有點像在蒸 對 我發現阿 它跟一開始我們看到的那塊肉 它已經完全變成另外一塊肉了 它現在發生上面這個時間就是休息 有一些湯湯水流出來 牛排為什麼要休息 是因為它 你在處理的時候 表面的水分會開始流失 就是你剛剛聽到那個火跟油的作用 它就會開始出那些聲音嘛 那就是水跟油的作用 所以它表面的水分會流失 中間的水分會保持在那裡 喔對 因為中間比較難撿到 對 你這個時候如果去切它 一切裡面的肉汁就全部流掉了 喔 但是如果你有休息的話 它肉汁就會往旁邊擴散 對 然後會去填補到那些 對 比較乾的組織 它會擴散到那個區域 那就代表說 你在切的時候 它肉汁比較不會轉到尾 喔 然後你等一下看阿 它現在在休息 它剛開始休息還沒有 它等一下就開始冒血水 然後就是代表它 水分正在回到表面 第二個原因是 你在煎的時候表面的溫度很高 對 但是裡面的溫度沒有透進去 對 所以你需要一點時間 讓表面溫度慢慢的滲透到裡面去 讓裡面的熟度也比較均勻 沒關係等一下我們就開獎 開獎就知道 到底 到底最快 狀況是怎麼樣 先用它的油去煎掉 因為煎 它這個其實已經不太算煎 有點像炸了對不對 對 就是炸 美味就是花時間換出來的 那講到這邊 我也要跟你講一句話 就是 XX不要講 不要講 我他媽知道你要講什麼了 影片也是用時間換出來的 我就沒時間 對啦 老巨拜平常很忙 我平常都在煎蒜片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平常在家沒事就會煎蒜片 好 才就是配菜 然後休息得差不多了 餓一下鍋子 然後回出時間不用了 你看 開獎時間了 對開獎時間 這塊一定比較熟 因為它要邊邊嘛 可以可以可以 如果這個 這邊的熟度是這樣就可以 感覺很厲害耶 還可以啦 對啊 雙片灑上去 感覺一整個 幾百分耶 吃飯了 哇 感謝我們老巨拜要專業 吃飯了 這個單獨幫你剪一集好了啦 哈哈哈哈 那可以給我出片嗎 哈哈哈哈 你幫我剪 然後我出片好不好 阿不然我素材給你啦 哈哈哈 我現在要來嗑一口那個 老巨白的牛肉 夾一片這個酸片 然後再配一片這個肉 哈哈哈哈 為什麼突然節目有點老派了起來 欸幹這超強 這真的強耶 剛吃我 我覺得這種沒辦法分享給觀眾 對這個真的沒辦法分享給你們 可是 你們想 我是剛吃完 一整鍋火鍋的人 然後 我吃到這個就是沒有膩的感覺 他那個肉 幫我補一下 欸這個肉 很嫩 牛小就是這樣子啦 牛小怎麼煎其中還蠻好吃的 不要煎太鹹的 因為我們要下去煎之前 我們有先用油 還有鹽巴 還有胡椒 所以他鹹度也是很夠的 幹超好吃 你配點洋蔥 洋蔥他媽祭巴甜 這洋蔥是甜的 這洋蔥好好吃喔 我本來就很喜歡吃洋蔥了 幹我今天爽成這樣 會不會有報應啊 欸超爽的耶 你看這個肉 OMG 中間有點粉粉的 然後外面 外面是有一層油 然後上面沾了兩塊蒜片 然後你們吃不到被我吃掉了 對不起啊 幹我覺得超好吃的 我跟你講說你這輩子應該沒吃過那麼好吃 對 所以如果你要去野營的時候 有沒有 照著老橘白的步驟做就對了 然後我現在要來吃了 我不拍了 掰掰 吃完東西 把鍋具洗一洗之後 也過了充實的一天 嗨各位 現在時間來到10點45分 再經過了火鍋牛排歐姆丹的洗禮之後呢 我現在已經快直接倒在這張椅子上了 因為真的太爽了 你要我直接睡在這張椅子上 我也可以直接睡著好不好 連帳篷都不用打了 到底誰叫我帶帳篷來的啊 可是我還是提起精神來 要來做個今天晚上的ending 然後今天晚上呢 非常感謝我們的老橘白好不好 不愧是有開餐廳的廚師 介紹一下餐廳吧 大家都不知道你是廚師 沒有 因為我的店 停摩托車比較不方便 而且身體已經很好了 大家都已經很累了 不要再去 翻一年糕一下 一是傲嬌 二 重機不友善 對 所以騎重機的 可以先 就暫時略過 好啦 今天非常感謝你啦 好不好 感謝你至於我這麼完美的一個 露營初體驗的一餐 好不好 我自己也很開心啦 你自己也很開心嗎 我自己也很開心啦 我自己出來煮這些東西 我吃也吃得很開心 而且我今天有老橘白的家 不是 有一種哈位家 他自己承認是老橘白的家 那你看到我把你的東西全部吃完 你有沒有很有成就感 看到你吃得這麼開心 我真的超有成就感 就是 像那個 進階的巨人裡面 Sasha 你就像那個Sasha 我就像那個廚師 然後我剛才知道 Netflix上面的那個 進階的巨人更新到第五季了 我其實那個 記憶還停留在第二季 所以他跟我說什麼Sasha死掉的時候 我根本完全不知道 到底什麼鬼東西 好啦今天很感謝你 然後另外呢 今天還要感謝我們的老闆 我們的營主好不好 然後我覺得這個營地啊 從我兩點多來到現在 從我開始搭帳篷到現在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的體驗是很棒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嘛 之前有跟家人錄影過 可是那次錄影呢 就是很簡單 就是我幫我爸 東搭一點西搭一點 沒有完全的全部搭完 可是這一次呢 算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就是 從頭到尾 從地步啊 像我今天才剛知道地步是什麼 什麼東西 從地步開始鋪 然後把 內臟搭起來 外臟搭起來 然後盯那個銀釘 然後看老橘白搭那個天幕 才有到現在老橘白的家嘛 對不對 你看他現在很爽 沒有他就是老橘白的家 他就是老橘白的家 你不要再跟我 對 整個來說我覺得 我那時候搭的 是非常從容的 沒有一點那一種 很急 就是新手應該會很急 自己想要體驗錄影 可是你又沒有經驗的話 第一次來我覺得 應該會弄得手忙腳亂的 尤其是你搭完之後 然後你還要弄食材 你還要再自己煮東西 會非常累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 對我來說體驗是很棒的 我想 我應該是愛上錄影的 所以之後回去呢 要開始購買裝備了 台北山水嘛 迪卡農 可以啦 台北山水可以 你彩力購就去台北山水 喔沒有那我應該是去迪卡農那裡 我們先去迪卡農先採購一下 然後現在呢 我已經講到快睡著了 所以我等一下準備要來 弄我的那個充氣睡墊 對等一下弄我充氣睡墊 GOGO 可以說是充實到 最後連幫床墊充氣 我都忘記拍了 就直接秒睡了 隔天一早 大概早上6點初 就醒來了 露營的其中一個好處 就是在醒來的時候 全身早就已經沐浴在晨光之中 雖然太陽出來了 不過周圍的溫度 算是還蠻低的 伴隨著晨曦 起床稍微打理一下之後 我們也準備來煮早餐了 早上的6點18分 然後現在我們剛起床 昨天晚上我覺得我睡得不錯 就是裡面還蠻溫暖的 然後因為我有那個氣墊床 所以睡起來整個是非常的舒適 你昨天晚上睡得怎麼樣 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好 怎麼說 太冷嗎 吊床的背太冷 對因為背太冰 所以乾那個睡得很冷 睡睡醒醒 睡睡醒醒 睡醒醒 他說因為他那個吊床下面這邊嘛 是空的嘛 就是下面沒東西 所以空氣會一直從下面這邊流動 所以他一直處於一個 睡睡醒醒的狀態 喝了一下咖啡之後 現在時間來到7點8分 開始要準備收拾帳篷了 所以賭藍的時候又來了 等一下收拾完之後 吃個早餐 等一下就要出發了 我現在來收我的帳篷 GO GO 在昨天經過了柴魚昆布火鍋 牛排 洋蔥蛋 的洗禮之後 今天早上的哈哥 又再度讓我驚豔了 從洋蔥蛋升級到了蝦仁洋蔥蛋 一樣非常的美味可口 加上小小炒過的花椰菜還有香菇 一早起來 可以說是非常的健康 身心靈上 有了食物 及晨光的滋潤 讓我再一早起床 就感受到了那份愜意以及幸福 我跟各位報告我吃了這個蝦子之後啊 我覺得超好吃 尤其是它底層 它底層這個啊 上面看到的這塊黑黑黑的這個有沒有 它是酥的 不是我剛才吃下去它有一個餅乾的那個味道 它是洋蔥啊 它是洋蔥嗎 為什麼會酥成那樣 洋蔥的裡面的糖叫糖化 我覺得這道超好吃的 然後這個菜也超好吃 這個超甜 然後這個是超有味道 好健康喔嘛好健康 反正這道我就超讚 可是製作配方先不跟大家說了啦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已經教你們煮牛排了 這個就不能再教你們 GOGO 吃完早餐順便耍了一下肺 因為這一次來露營區 有一部分是為了體驗那一種在山區野營 所以這一次就算是住在露營區 也不打算洗澡 把握難得的露營機會 來體驗一下不洗澡的FU 不過我聽說淋浴間超高級的 所以還是去參觀了一下 超乾淨的喔 對 它的浴室超乾淨 這個超乾淨的 很貼心的幫你表示冷和熱好不好 不是一般那種藍色還有紅色 它有這個架子 然後這邊呢 像我家有養小美嘛 然後小美呢 如果帶來這邊的話 它就可以在一個 一個規劃出來的區域 然後讓它這邊追趕寶跳碰好不好 這是狗在玩的 然後現在我要進去玩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門要關起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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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玩啊 哈哈哈哈 腦死 我他媽等下還要收帳篷 然後我現在在這邊跑這個狗在玩的 如果你家裡有養寵物的話 你來錄影的時候 你可以順便帶狗來 然後就跟牠一起玩 參觀完之後 時間也來到了接近中午11點 接下來呢 也準備開始收拾收拾 原本今天的目標是要到單大領道 不過因為老橘白昨天沒睡好 怕精神不濟 過去會有危險 所以只好留點遺憾 下次再去單大領道了 收完帳篷之後 心情上跟昨天來到這邊的時候 落差可以說是非常的大 對比昨天的興奮 今天收完帳篷 田木 桌子椅子 心中只剩下一件東西 那就是充實 很開心自己願意體驗 自己從來沒體驗過的事物 活動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都有許多角色要扮演 常常身心俱疲 露營那一種讓自己身心靈沈澱 拔營之後一切歸零 讓自己從零開始回歸生活 如獲新生 會更有動力面對現代生活中 繁雜的工作 事物 11點23分 然後呢 可以看到我後面 我們已經把全部的東西都整理完 也打包好了 這個露營體驗啊 對我來說非常的美好 甚至美好到 甚至美好到 我開始懷疑我第二次 不知道會不會有這麼好的 然後就開始覺得很無聊 可是沒關係 裝備我們還是要先買 這次特別感謝我們老橘柏耶 你不只會開車 然後你還會煮菜 帶新手的心得 我覺得你算是很好帶的新手 各位 有沒有 對阿我算是蠻獨立自主的 對就是會想要自己弄 我也有帶過那種新手是 就是去阿 就等著你 然後也不會問問題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那種 叫他做一動他才會做一動 不主動 然後也不會問問題 像我就是會主動問問題的吧 對阿 所以我是幾八分 就大概應該有五十九分 滿分是六十 好啦 反正我覺得這一次真的非常的棒 下次呢 說是下次啦 不過下次就是這禮拜五 今天是禮拜二了嘛 真的耶 對我們這禮拜五要去水牛坑了 可是呢我們去水牛坑的那一次 我們會從露營區變成野營 所以可以再期待一下 希望那一次的體驗對我來說也會是好的 那我們就期待禮拜五的水牛坑的野營啦 等下我們就要回台中了 因為原本我們要去單大領道 可是老舉白他昨天沒睡好 所以他就想要先回家睡覺 我們就留點遺憾 下次再去單大領道 GO GO 接下來 我們也準備回台中了 從南投要回到台中 可能是因為這兩天騎的不夠多 想多騎一點車 所以我們打算走著台十四線 接到了台二十一線之後 騎著中九十九鄉道 回到一三六 而這一條中九十九鄉道 就是俗稱的北田產業道路 我們今天騎乘的方向 是從台二十一線上 靠近新社區的附近 往一三六的方向騎 全長大概只有短短的十四公里 一進入之後 接下來的三公里之內 我們會先面對一大串的髮夾彎 經過昨天後座綁著一大堆露營裝備 一早起來 對於狹窄的坐墊空間 後座上沉重的裝備 也算是習慣了不少 騎在髮夾彎上面 放慢車速 逐漸恢復那一種原本騎乘的感覺 算是還蠻ok的啦 從中九九鄉道的入口進入之後 經過了一連串的髮夾彎 接下來 車道會從原本的雙線道 轉換成單線道的產業道路 路浮不寬 而在這邊要稍微注意 因為雖然車少 不過還是有當地的居民行精 需要放慢車速 騎在這種鄉間小徑 雖然行程到了這邊 也算是接近尾聲了 不過因為載著露營裝備 所以更有那一種 自己正在冒險的Fu 最後從北田產業道路 接回136之後 經過一江橋 進入市區 有如新生般的回歸生活 那這一趟首路 雖然說是在露營區啦 比起野營還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但是魯特覺得 這一趟給我的體驗 算是很多的 從騎車到搭帳篷 洗菜 弄床墊 什麼東西都要自己來 在一個人生低不熟的地方 搭建起自己家園的那種感覺 過程雖然繁瑣 但是這中間累積出來的經驗 可以讓我們成長 人生中有很多第一次 很慶幸 我的第一次露營體驗 是這麼的美好 回到影片一開始的問題 為什麼喜歡露營 我覺得這個答案有很多個 不是用一句話可以描述完的 它讓我可以更新我的靈魂 用很慢的步調 來看見我們周遭發生的一切 重點 不管答案是什麼 這一次的首路 只是個開始 因為接下來 我們即將把難度 提升到水牛坑野營 不斷的磨練 不斷的嘗試新事物 不斷的在大自然中生活 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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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